那里面的话有几个项目,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里面的那个 我们 这相关的说明是在那个radio button,在那个5-31的中间这地方 第1个它是slash true,那里面要放什么,放那个ward ward-2010 value部分的话呢,它设为ward,所以把后面这个地方,它value预设会跟 test是一样,那这边的话,再加入一下 那分别的话,把这几个项目把它加进来 ASP 单内者 或虚效 然后里面的value的话,把它改一下,分别把它改为书上是ASP 那这边记得把它改为小写 如果你是用那个value部分的话,那大小写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一样,那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把 界面部分先完成,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做完毕之后呢,怎么样做改变,其实跟jordownlist也非常类似 我可以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会用jordownlist之后 其实这个部分撰写程式也是差不多的 首先的话,你在这上面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它一样会跳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话是什么 radio buttonlist1 它也是一样触发一个slate index 因为它的那个什么,里面的那个编号改变 如果当它里面有编号改变的话 那要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 偷懒一下好了,其实你可以也是一样 用 index去判断 或者用value去判断,都可以 结果都一样 所以呢,其实程式写完毕之后 如果你要再 一样,其实你会发现根本都一样的东西 那只是说呢,把这上面的名称稍微改一下 本来是jordownlist,现在改为什么 改为那个radio buttonlist1 那这边也是一样 其实改完毕之后呢,程式根本不用 一模一样,就只有改名称而已 那把它做一个save之后,你再把它run 其实基本上 应该没有不一样 所以两者之间 主要就是说一个比较接近那个 一个比较接近那个 就是比较好秀,一个比较不好秀而已 刚刚我加一个radio button OK,那理论上秀算应该正,因为我刚刚有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说 各位也可以练习一下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也蛮常用到的,就是叫radio button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radio button 跟radio 这个radio buttonlist,其实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用法 跟那个事件 撰写方式 不一样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特别注意 各位 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在下面 你们也可以再增加 三个 这个radio button 这三个radio button 那这三个radio button